AOE 傷害面 團戰的AOE 傷害面都比之前少很多啦 就目前他這次的英雄18來放出來 那時候給大家看的時候 普遍的職業選手或是後勤團隊 對於這次英雄的評價是 哇 這邊也是第二次的嘗試 回頭閃翻 配上是復活了傷害之後呢 Benny一個閃度 拿到了這個手殺 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邊踩頭了 這個反擊了之後呢 哇 夢露宁閃線上來 收掉了是K的人頭 這是一換一 喔 這邊看起來是Refend 出手 哇 魔法神經典命中到了 色雷西 色雷霆這邊有點危險喔 被收掉了 Refend拿到了這顆人頭之後 那TP就位 卡拉廷也要來收割人頭了 Benny有點危險 殘血用一個大絕的往後炸 但是難逃一死 這波的開戰就算是蠻成功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能 很常見 就是 那一種我們原本認知 喔 先來看一下這一波 Benny是直接被翻山起來之後 哇 被暈到了 還差眼睛 差兩根 哇 失了一個CC Train 這一邊一個肚子中的瞬間 瞬間拿了燈籠 殘血但是巴德這邊會給活路 哇 這個傑哥好殘忍啊 他是塞了兩根眼睛 硬塞在這個燈籠上 就是這樣 第一發 第二發 看一下 Team MISS的人 哇 跟上喔 第十發是暴擊 有打出來但是 娜爾還沒有變大隻 入侵還差一點點 佛伍這邊是被限制住了之後 回頭一個推 推到了這個人頭 OK 擊殺掉了佛伍 這邊是 Team MISS的辦法 拉近他跟鋼布朗克之間的距離 哇 這邊直接被大絕 喔 這一邊巴德大絕下去 微風雖然開了妖刀之後 還是難逃一死 魔法神經典直接塞在臉上 而且是頭在解掉之後呢 還是難逃一死 直接塞了 這樣子的話 三半步這個 五個人的裝備速度的後蠻多的喔 尤其我覺得在AD點外這邊Breeze 喔 第二次出手 這一邊是有閃掉 但是沒有辦法閃過閃翻 蛇雷希有點危險 三個人爆打他 是讓Refence收掉了 這一顆人頭 其實我覺得在 效碼就是 後退一點 這個時間點往前壓 是比較虧一點點的 對 哇 於是建功 K37的往前 踏了兩次之後呢 傑哥被Poker3半條血量 但是艾希來了 巴德開了大絕之後 那原地的驚人 哇 這一邊 看一下那個逃脫 直接是暈到了 BB拿到了K的人頭 現在這邊就是 K開始急於想要建功了 另外兩條的元素龍 本身的裝備 其實也都上到了 是另外一個擋式 大絕 出手又是暈到了 聖雷希已經被翻了之後 Refence收下了這一顆人頭 Fovo也進場了 這一邊巴德大絕 暈 有暈到 這個dash沒有辦法出來 有點危險 K37半條血量 之客回頭拉掉 殘血 Fovo收掉 後方的近開啟的是 華麗謝幕 但是鋼布朗克大絕 把他給勸推了 哇 全部閃現 閃現上去就是要搶你這個人頭 微風也倒了 Benny這一邊難逃 一死也陣亡 僅存的身上是NAR一個人 決定這一邊算是一網打進 對方 因為其實你本來就是 你把這個視野布置掉了之後 我完全不需要去硬開這條巴龍 那你真的不來的話我就開嘛 那你只要有人來 魔法神經驗是很輕鬆 可以抓到這個人頭的 那這箱這邊 拿到了 那其實有時候就是一個 你在偏逆風的狀況底下的話 你的選裝部分就可能要出更少的防裝 哇 這邊直接踩上去 OK 這邊是被FOR給單打一個人員 配上的是鋼布朗克的 統治 漂亮收到這個人頭之後 那魔法神經驗出手 雲吶是Benny Benny拉登龍逃脫之後 娜娜跳跳 往回頭拉 回頭 瑟雷希伸出了一個鉤子 又異掉了Refrain 但是那邊殘血難逃一死也倒下了 收下兩個兵移之後 看來絕聽一下 要來終結這場遊戲了 這個華麗先鋪開啟比較難啊 你看其實他這三發四發 連第四發 選擇的這個目標的傷害都很低喔 看起來傷害是不太夠 看一下娜娜要變大隻了 有沒有辦法力挽狂瀾 配上的是Benny 主堡的血量很殘喔 聽MISS的沒有辦法 恭喜J10拿下第一盤比賽的勝利 我其實覺得他們在這整場的選角部分 是有可以達到一些優勢的 但是前期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應該是可以預測到 對方是會有想要換線的這種類似的意圖 其實我覺得在 Up to the right ubexs